大家好,又来到我们的初级期权线上课程第19章节 就是关于保证金margin 每日5分钟一个月学会期权基本操作 时间过得很快,到第19章节保证金 上一集说到期权合约的结算安排 这集我开始说就是margin保证金 margin保证金,其实很多投资者听到margin 就是margin,其实是将英文音译过来的 广东话叫margin,一听到margin两个字就好像很害怕 手心出汗,洪水猛瘦,要避之侧根不要碰 我想我们需要持平一点去理解整件事的事实 先做一个定夺 为什么会有margin的出现呢? 期权来说,做long,就是所谓长仓 给了钱出来之后的期量就是 入价我就提出行使不行使 不入价最多就输了期权金 但是做短仓不是 做短仓就是做short cut 我们理论上的风险是无限的 听清楚是理论上的风险是无限的 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 我当现在腾讯股价600元左右 好,那我就做了腾讯700 short cut 600元 好,那我sell这张合约出去的时候 可能我会收到一个期权金的 我当我收到15元一股 今天是6月8号 我做一张6月的合约 我收到15元的期权金回来了 我当是这样吧 我收完这15元之后 假设腾讯股价 到最后去到6月结算的时候 股价跌穿了 600元 我当是跌到550元 好了 我就要用600元去接货 因为对手要将正要用600元的价钱 估给我 对我来说 我用600元买股票 但我收了15元期权金 其实我 我间接来说我买股票的成本就是585元 用585元买一些当时值550元的股票 所以账面我是在输钱的 但如果它真的跌到550元 都只是在输35元 但如果股价好像金融海啸那么惊人 一跌由600元一跌到月底 跌到只剩450元 好了 我就用585元买一些当时值450元的东西 所以大家都会看到 就是说风险其实可以是非常之大 所以亦都由于这样的原因 你做短仓 是需要涉及 margin 按金 很多投资者听到 期权有些 margin 很害怕 有些就避之即吉 期权是什么都不理 即期权都不玩 有些就不做期权短仓 short call short put say no 一定不做 到后再做什么呢 就做long call 或者long put OK 这些就是指开长仓 即只是做long 就是这样的意思 其实 期权的margin是怎样计算的呢 又或者有些什么地方 值得注意呢 又是否真的要那么害怕呢 好了 期权的margin 刚才解释过 期权的margin 叫保证金 主要是应用于 期权的short short call 和short put 亦都是因为 短仓理论上 风险可以无上限 刚才举了个例子 short put 600元接货 输尽输到0元 但是short call 风险 真的无上限 因为 short call 600 用刚才腾讯的例子 short call 600元 谁知道腾讯的股价升到1000元 你没有股票在手 你要在市场上用1000元买货 600元 sale给你的对手 所以股价升得越高 你就越大惡 你的亏损就越大 所以理论上 记住理论上 短仓是 各个风险是无上限的 一定要留意 当然 我实际说 如果 短仓真的那么恐怖 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人做短仓 就不会有人做short 全世界都做long 全世界都做long 那谁跟你做short 做对手 其实问题 我对于一些 人的想法 短仓风险无上限 所以不做 这是很错的 想法 我们见过短仓风险无上限 我们可以用其他方法 做一个long call 610 将它爆上它的风险 卡在610 这个位置 我们要做的 不是要回避风险 我们是要管理风险 好像我打个比喻 保险公司 受了你的保单 其实你有没有见保险公司 倒闭 也有 但 绝大部分保险公司 都很发 听前辈说 世界上最赞争的机构 一是赌场 二是保险公司 他们最强的地方 就是做 风险管理 我们不是要被风险 我们要管理好风险 当你管理好风险 是有风险 但这不是我们很大的关系 OK 所以这里要留意 不要因为短仓 理论上 风险无限 就不做短仓 你是因为 觉得短仓风险大 不做 是因为你 不懂得 怎样用另一种方法 做一张long 去做一个 风险管理 所以 简单说 投资者要留意 你开短仓的时候 证券公司一定会 因为你做短仓 而锁定你户口 某部分的资金 保证有什么事 输得起 这个我直接说 保证 你这个帐户有什么事 输得起 尤其是当股票的走势 股价走势 不理你短仓的方向 你的按金会 不断地增加 OK 好了 假设这么说 我6月7号 2021年6月7号 我开了一个仓 就是腾讯 我Shopper600 开仓的时候 一张合约的按金 可能是5-6千元左右 稍后我会试试 和你去港交所 网站 看看这些按金要多少钱 我待会试试这个情况 做一张6月的合约 好了 如果股价随后下跌 由于被行使的风险 越来越大 输润之后的按金也会不断地增加 而证券公司 怎样和我们定 我们 期权保证金是多少呢 稍后我会去看看 港交所网站是怎样的 好了 绝大部分 本地的证券公司 只懂得跟港交所的按金表 定不同期权合约 的基本的保证金 证券公司甚至乎有权 额外加保证金 以提升客户的 常付能力 也是刚才的意思 就是代表你输得起 好了 一般来说 指数期权是勾息 长仓不可以行使 对手 也就是短仓 也不会被人行使 所以你做Long 是很有效地可以减低到short的风险 这个情况 接近全香港所有证券公司 我才知有一两家不是 但如果说指数来说 做Long是可以减到margin 举个人说 可能我做恒生指数 short call 29000 你锁定的margin 是要锁定的 15万港币 我当是这么说 但如果你加了Long call 29200 的话 margin 可能有15万港币 跌到只有2000 因为中间有风险200点 你锁定的margin 也可能要1万多元 15000 都已经可以做到 Long 是可以有效对减到short的margin 记住这里说的是指数期权 指数期权可以这样做 绝大部分香港证券公司都可以做到这个 这是指数期权的安排 大家一定不要搞乱 这是指数才是这样 但是如果 是股票期权的话 情况就有很大分别 由于股票期权属于美式期权 期间长仓可以行使 短仓也有行 所以 中间的变数会很大 涉及正股买卖交收的情况 绝大部分本地的 即香港的证券公司说 是不会容许 长仓对减短仓按金的 举个想法 可能我做了short put 腾讯600 我下面做一张long put 590 你跌穿600 我要接货 但是穿了590的话 我会把股票590 沽回给人 put 的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我的风险就是说中间的 10元 这就是 风险管理 即使 股票期权 这个是说股票 即使是这个股票期权 我做了这个动作 绝大部分香港的证券公司 都不会因为你加了一张long 就减了short的margin 这个是最大最大的问题 所以大部分的 期限投资者 都是在 各大的证券公司开户 玩一下期权 赌一下 可能他试试做一些short 做完之后 临到结算前 或者突然股票不走的时候 按金是不断地增加的 而逼着他要平仓 可能他做完一张short之后 无奈又要平仓 很烦 不如以后只做long 久而久之 就止long 就不short 止做long 不断做long call 做long put 股票升股票跌 这是一个很赌博 的行为 亦是一个赌徒的行为 长输时间值 到最后 你都要输钱 简单说 大家没有见过 赌徒发达 是见不到的 这也是 长期 在香港这个市场 玩期权 一般散户投资者 输钱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好了 实际是 长仓是绝对 可以减低到 短仓的风险 刚才我说的例子 short put 600 long put 590 你真是跌穷500 我会将股票 590元 沽回给人 我的风险就是 那10元 但这件事我真是 不太明白 无论是港交错 或者很多 一般的证券公司 我想 一般的证券公司 他们会看回 其实做期权的市场 人的客人 不是想象中那么多 那就跟回港交错的 规矩来做 但是也有一些 证券公司 中间大家要慎选一些 证券公司 用 组合 最大的风险 来计算 按金 我们这样买卖期权 才可以做得到 又可以做short 你整个组合 才能平衡 我自己觉得 作为一个期权投资者 第一步 一定要选一间 对的证券公司 但很可惜 绝大部份的 期权投资者 都是 随随便便 或一间 local 或一间 本地的证券公司 去做期权 其实长远来说 输钱机会 高达99.9% 所以这个要留意 暂时来说 市场上 股票期权长仓 可以减到短仓 按金的证券公司 一两间 不需要担心 这些证券公司 都是受到香港的证券的监管 不是一些 大家听都没听过 说是证券公司 原来这间公司是俄罗斯的 这些 大家当然要小心一点 但我们作为一个 香港的投资者 在香港范围 找一间 持牌的证券公司 都受到证监监管 我们的感觉会安心很多 OK 到这里 我想让大家知道 按金的 目的在于哪里 我现在想和大家 去看一看 港交所的 网站 看看一些其中合约的 按金是多少 连续 我会去 IB 我之前也说过 IB Internative Brokers 的一个平台 看看它的margin 是怎样计算的 OK 我现在去港交所网站 港交所在这里 港交所有一个按金估算器 我这里 试试选 我这里选了 腾讯700 腾讯 凝固就是put 6月合约 600 600put 这个是 大家看到 电脑的盈光幕右下角 今天是6月8号 一张6月的合约 600put 解采做一张的话 你看到这里的 那个margin 是6013元 6013元 而你 开户那间证券公司 是有权 加上上去的 像你这样做一张shortput 那间证券公司 可以加到 10000元 1200元 这个就是 港交所定出来的margin 如果你做一张 较价内的put 较价内的put 我做一张650put 你的margin会大了 还是细了 你看到这里 已经看到 大了 去到10842元 OK 因为你越价内的话 你被行使的机会就越高 所以它就要确定 你有能力 去 去应对到这个风险 所以如果我做完这张shortput 我当今天股价600元 我shortput 做完之后股价跌的话 其实简单说 这个margin是会被人加上去的 行不行 这里就要留意 港交所定出来的margin rate 另一方面 我去这个platform 这个就是 IB Interactive Brokers 的平台 这个平台 就是 Traders Workstation Traders Workstation 我先写给你看 Traders Workstation Traders Workstation Traders Workstation 在IB的一个买买的软件平台 很comprehensive 当然有很多东西 你看完都未必知道他说什么 但这个不要紧 你可以接触一下这间正面公司 再重新 我不是IB的 雇员 也跟他没有那么关系 他都不知道 我会在这个 线上课程会介绍他们的平台 但因为我自己 凭心去做 买卖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平台 是很棒 很多地方都很棒 但我首先 这一集我会讲 就是margin的问题 OK 好了 我会讲讲margin 这个我们叫option chain 即是期权链 我们在这个平台下 左上角选 选700 腾讯 我们就可以买卖腾讯的期权 你看到这里 左上角这里 正在这 6月29号 6月的合约 这里turn on 一个 Strategy Builder 按下去之后 假设 我和刚才一样 我做 腾讯的short put 600 这里600 put 我按bit 这样按 按完之后 留意一下 如果你 在这张合约 你见不见这里 sell 6月合约 600 put 即是等于short put 腾讯 600 6月合约 好了 它lock的margin 是很大的 19,483元 比起刚才港交所说的 6,000多元 是多很多的 OK 不是说 IP好吗 你要记住 我说好 不好 不是因为它lock margin 少 我就赚它好 而是 这件事 有多合理 不合理 如果你拿了一张short put 其实简单说 我们粗鲁一点 我到死那天都不会这样做 因为你这样做的话 你没有做过任何风险管理 股价 600元 一路跌下去 跌多少你就输多少 这些我们是不会做的 我们合理地 我们会选什么呢 除了做这张short put 我做一个long put 590 好 先拆了框框 看不看 看不看 现在我是 sale 600 put buy 590 put 即是简单说 short put 600 long put 590 6月合约 这些我们迟些有机会进阶再教 这些叫 bull put spread 好 再看看margin 吓死你 545元 一张合约 545元 这里做一张 这里做一张 它锁你的margin就是545元 为什么锁那么少呢 其实 很合理 为什么我这么推崇 这家政见公司 因为 它跟我们讲道理 也都教我们要做风险管理 以往 可能大家出去外面 听人讲 或者上档 我们做一张short put discount 这些是很低层次 很愚蠢 笨拙的做法 因为你是没有做过 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是没有的 跌多少你输多少 这个case 我们做这个short put加long put 大概来说 我们可以收到 五个几道 四元期权金 我当最最糟糕我收四元 用市场价值做 我会收到四元的期权金 一股 其实我最大的风险 就是花10元 所以其实在说我的风险就是那6元 6元乘100股 其实就是大概那600元 它锁我的margin 其实差不多是很接近 这个组合的maximum loss 简单来说 这家证券公司 不是盲根港交所 那种margin的计算方法 反过来说 其实它在用 我们的maximum loss 来锁我的margin 而这种 也是根本margin 本身的意义所在 记不记得我刚才的powerpoint 上面说过 margin 就是确定我们输得起 我觉得很公平的 落场玩 当然要确定我们输得起 才侵我玩的 是不是 它锁我的margin 就正正是 我这个组合 最大的亏损所在 这个也是我说了这么久 这家证券公司 很讲道理 不会说锁我的六千七千 当我股价一直跌的时候 margin一直加上去 但是这里是看不到这个情况 第二就是 你看他刚才 只做short put margin是一万九千多元 OK 做这套 bull put spread 只是五百多元 其实我觉得 它在鼓励我们要学会做 风险管理 虽然去到这里 其实IB还有很多很棒的地方 有机会再跟大家说 希望中间来说 大家可以带出一个 正面的 讯息 其实风险管理是 非常之重要的 第一件事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从margin的角度来说 找回一间 適合自己的 证券公司 做期权的买卖 好 今集到这里 差不多了 很多谢大家的收看 下集再见 拜拜 欢迎大家来到 对冲黄道的YouTube channel 在这个channel里面 会收集到很多 奇权的资讯 大家喜欢这段视频 帮我分享出去 或订阅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或订阅我们的Facebook page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Facebook page